我们进入2018年 刚进入2018年的时候 这个手机刷屏 什么事情呢 18岁 为什么这一天会给18岁刷屏呢 是因为20世纪的最后一天出生的人 进入2018年的时候都年满18岁 于是很多人都晒照片 我也晒了 我回去翻了半天 把我这个18岁到20岁的两张照片 挂在了网上 在我国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年满18岁 18周岁定义为成人 法定的成人年龄在全世界不一样 你比如印尼缅甸 沙特等这样的国家 它定的标准非常低 它15岁就算成人了 那么你像柬埔寨 古巴 越南 就是挺热乎的地儿 这定的都低 16岁 这些地方热嘛 热的人都比较早熟 那么像日本 新西兰 这个设定都是20岁 而新加坡设定是我们找到的是 年龄最大的21岁成人 这些设定是什么 那是对不二的地儿 那么我们的地儿 那是一段子的地儿